他有一次就是我在 就是讀小二 然後那個時候家裡 其實離學校有一段距離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說 欸 你放學了好 那你等五分鐘就去載你 然後就開始等 我從四點下課 我就等到五點都還沒有 因為那時候沒有手機 然後我就借警衛室的電話 他就說 我轉個彎就到了 然後我說 蛤 轉個彎好 我就繼續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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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六點 七點 天已經暗了 然後還沒有來 然後快到九點的時候 他還 我就打電話過去 我就哭著問他說 你在哪裡 他就說 他就問我怎麼辦 四點等到九點 這個彎很彎耶 對啊 九彎十八關 可能是彎很彎 因為我從花蓮回去接他 翻過兩個山頭都要到了吧 已經到花蓮了 這樣事情很常發生嗎 就是學校有發生過 安慶班也有發生過 四點到九點是已經 安慶班已經關門了 那你怎麼辦 我就坐在那裡等他 結束他的工作啊 哇 對啊 所以那天他到幾點才來接妳 就營養師下班了才去接妳 對 就錢花掉救命錢 陳志遠失去理智了 這個是很新鮮的事 就在前幾天而已 很久沒有那個抽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 就一直抽 一直抽 你知道 後來呢 就回去的時候我想說 怎麼越來越保 剩下兩張 你知道嗎 那一筆錢是我要 我剛剛不是叫妳不要急嗎 妳一直叫她過去抱妳 我現在想 我 我 現在呢 我可以 我可以天天陪著妳都沒問題 對 好像又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我還是自己上課 真的喔 那她現在還沒18 妳還是可以繼續送啊 15 15歲 所以妳現在還是自己上下課 對 妳可以 還有三點可以彌補 對